今天我把健康一直熟悉一直熟悉 那麼因為騎車子的關係 現在我的車友非常非常多 以前騎車子的人是僅只與愛好車子的幾個車友而已 現在的話不是社會精英一線領袖以及官員 最難能可貴的事情是從男生已經擴散到女生來 那麼這大家都知道女性不騎車子 怕太陽怕辛苦這個是我們都知道 我們的從事這個行業 我們也知道女性這個市場沒有辦法開發 不過到現在來並不是這樣子 女性騎車子的人也越來越多 最可愛的事情是 也有全家府的女性要騎車子 那麼老公就跟上去 小孩子他也要騎 他也要一起那個人 那麼另外還沒結婚的 女性一旦騎車子的話 那麼男朋友一定跟上去的 所以一個女性就影響一大票的人出來 所以現在的女性騎車子的話 也越來越多 至少我女兒是其中一個 是差不多都是這樣子 是 彪哥,聽你講話 你真的是好年輕哦 你又身體又健康 然後我覺得你聽你講話 你又充滿了熱情 然後有那種年輕的那種心情 我覺得我都不如你 我都覺得我感覺起來 我都比他還老氣的感覺 大家給彪哥鼓勵一下 謝謝 講得真好 彪哥,你講得真好 開始騎車子的話 會變得更漂亮 這樣子,好 那我明天就去騎了 我想也請Vicky來跟我們談談 其實你眼中的父親 他剛才講到 他決定過的事情 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改變 其實在早年 像在Genter 他其實是在危機當中 重新出發 然後又有很多的一些轉型 我想這都是一個創造市場 這樣子的一種 要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著見 才能夠去達到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談談 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看到父親的這個辛苦 我相信他這些身體的這些病痛 在早期 一定是跟這個經營企業 然後有很大的壓力這些 我相信都一定有很多的這個關聯 你可以跟我們談談 你在生活當中 你所看到的這個父親的這個辛苦 可以跟我們來聊一聊 好 我是大女兒 就是我底下的弟弟妹妹 那大家都講嘛 那個女兒是父親前輩子的情人 那我覺得我跟我父親的感情就是這樣子 就是有時候連我先生都會覺得 他是排在第二位的 就是我跟我父親的感情是真的很好 那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很無法接受說 我在我在辦公室裡面稱呼他總經理董事長 我回到家裡他變成爸爸 那我覺得那一種改變是我很難去調適的 那我有大概在我回來基金會之前 我真的沒有辦法跟他一起做事 那一直到2007年 當他發現說我在美國 我所從事的工作是華人協會的理事長 我是美國勇協的裁判 我是可以辦高爾夫球比賽 我在做的都是這種非營利組織的工作 我都在做義工 他就說那你應該回來幫我 那我掙扎了很久 但是一件事情改變我就是 當他在跟我講他要去還台 那個時候他眼睛是在發亮的 那我就跟我媽媽說 我從來沒有看過爸爸眼睛這麼亮過 所以我就打包行李 然後房子趕快賣掉了 就跑回來台灣 那我2008年回來台灣以後 就是大概花了我一年的時間 去調整去適應 了解台灣的狀況 到2009年 他開始去騎近騎互動 到今年 2010年的那個荷蘭騎車這件事情 就是我盡量的follow他的腳步 follow他的想法 就像那個齒輪 一個齒輪動之後 你會去帶動另外一個齒輪 再去帶動另外一個齒輪 所以當他騎車的時候 他影響了第二個齒輪的人 跟著來騎車 當我們要去帶動更大的齒輪的時候 我們要用什麼樣的鏈條去帶動他 用什麼樣的方式去轉動他 就是當這麼多人在騎車 我們要他做什麼 我們希望他獲得健康 我們希望他獲得 就是改善社會的那個整個生活品質 那這個東西除了個人 其實還有包括社會大眾 還有包括政府 那我們基金會應該扮演一個什麼樣子的角色 才能夠來推動董事長的想法 這個就是我們基金會在做的 那剛剛董事長講到說 他還台之後的改變 其實我們都看到了他的改變 因為他的秘書也跟我說奇怪 董事長怎麼走路越來越快 講話越來越大聲 就是因為騎車他越來越健康 那中氣越來越足 有時候在開會的時候我們都覺得說 他最大聲 我們大家講話都沒他大聲這樣子 那他一天可以連開兩三個會下來 到傍晚還精神很好 我們大家都混了 我們覺得說我跟你開一個會 就已經頭很痛了 你怎麼可以連開三個會四個會 就是他真的是變得很健康 一方面也因為說整個集團裡面 就是接近董事長的人都看到他的改變 所以我們發現這個騎車環島 是一個關鍵 就是當你能夠完成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那個心靈的那種感受 體力的改進 那種蛻變 它是一個很像一個成年裡 就是整個人就變過來了 他之前有那個坐骨神經的毛病 其實是痛到不行 我媽媽每天都要幫他按摩 那我姑媽也反對 我媽媽也反對 那個時候我從美國回來 就是只是為了 就是看他環台出門去這樣子 送他出發嘛 然後回來的時候 我們就開家庭會議 大家就在纏坐旁邊 你就看他垂著一張臉 他說我一定要去騎 然後我媽媽跟我姑媽都反對 然後因為我先生是醫生 然後我們就坐在旁邊看 我就說爸 你自己覺得呢 我就跟我媽媽說 我說其實你問他自己 他自己的身體他最清楚 然後我爸就說 我覺得我可以成果 我可以把他騎完 然後我就跟我媽媽說 我倒下 你就要給他了 那我們就只要把後面後勤的準備工作 把它做好 所以為什麼說他環島的時候 其實我們後面有一些後勤資源的 就是要確保他 有任何狀況的時候 他說我們是隨時都有人stand by 不過他真的也是很厲害 都把他騎完了 他也沒有用電動車 有電動車在備用的時候 他想一想說 那我不是功虧一虧嗎 那上售卡的時候 他就決定說 他要撐過去 那我撐過去的代價就是回來 半年不能騎車 因為他真的那個 那個坐骨神經痛 肌肉痛的部分 真的是痛到他不能騎車 但是過了那個恢復期之後 他越騎越猛 這一次去荷蘭騎車 已經騎到大家都在後面追他 就覺得說實在是跟不上 那個真的是他身體的那種 健康的改善真的是進步很多 音楽 音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